根据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 而台湾平均每40分钟也会增加一位失智症的病患 有鉴于此近年来大力推动日间照顾中心的台湾受恩公司 特别邀请日本失智症的预防专家与国内学者举办研讨会 希望提供民众更多预防失智症的方法 让迈入老年的生活更加有品质也更有尊严 音乐被视为预防失智症的方法之一 研讨会一开始就邀请著名小提琴家 演奏许多快智人口的曲目 一首接着一首与会人员沉浸在音乐的饗宴中 这场研讨会共邀请多位台日失智症治疗专家学者 探讨音乐艺术甚至方向气味等自然疗法 在失智症预防及照护上的应用 踪入他的生活尽可能来让这些患者 他可以有一些正常的生活以及活动来减缓 甚至于未患病者 我们在健康处境上面可以让大家有预防的知识 强烈的贯注在每一个国人身上 社会局副局长谢莉莉也受邀出席座谈会 她表示国人罹患失智症比例逐年攀升 在预防剩余治疗下提早发现 甚至提早预防显得格外重要 其实失智症这一块服务在我们长照2.0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照的一个议题 从相关的数据资料里面来显示的话 我们的失智的盛行率已经8% 在101年的话这个人口数已经有21万人 研讨会邀请各界专家学者探讨失智症预防及照护等应用议题 面对国内平均每40分钟就增加一位失智病患 学校也做好了人才培育工作 政府已经在今年实施了长期照顾的2.0版本 我想非常重要的除了有经费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人才 我们这次的研讨会的主轴 就是希望能够把学校的这些人才的培育 跟产业端的需求紧密的结合在一块 不论听音乐 欣赏艺术 研究发现对于改善或辅助失智症治疗都有不少帮助 不过预防剩余治疗 少烟少酒保持心情愉悦 让生活作息正常都能避免成为失智症的高风险群 千万不能大意 港督新闻张世民宏静怡采访报导